我给所有人写的 我是三十的话 一二推 公演不错 大家 一定要来抢购 不过我喜欢 完全应该大家都在 我都没反应 所以还突然在来 我喜欢下方 哈喽 腾讯视频 明美专款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仁豪 在国字间来的女弟子中 谢谢大家同学 作为明美专访的老朋友 你知道这是你第几次 接受明美专访的采访吗 两 第三次吧 包括团结形式 那就五六七八次 这次是第九次 你还记得上一次采访是什么时候吗 邀请吧 记得是什么节目吗 那个那个那个 刘千老兄 那个魔术那个 对吧 到额外惊喜 知道这样一个前后反差比较大的角色 刚开始会有担心吗 其实我担心的点 反而是就是 不是这个角色的反差大 而是这个人物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如果没有卓文远的话 它这个故事就是没有办法继续的延续下去 它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推动剧情的一个人物 所以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对于我来说 也是我算是我第一次去 试演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吧 其实我当时心里面还是有一些压力的 对我就是害怕就是 没有带好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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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剧情的这个作用 哈哈哈哈 私下其实我对剧本还是 看了很多遍很多遍 所以害怕漏掉有一些比较重要的部分 然后或者是一些 嗯 比较重要的场次吧 你觉得卓文远这个角色和你本人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相似之处啊 就是他长得比较像吧 你最欣赏卓文远身上的什么特质 其实我觉得卓文远身上有股那个匠的那个劲儿吧 他要去把这个事情办好的话 他一定会 一心要去做好这个事情吧 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在他的爱情下面 成了他的一个包袱 但是在他的事业方面 其实这个帮助了他很多 变听回来 然后有机会到郭子坚里读书 然后他为了一心就是为了要和三七好 虽然三七没有去接受他的这份好意 然后说文远就发誓要一定要成为就是这个 郭子坚最高学府就是第一嘛 学霸嘛 所以他就考了这个考了第一名 所以我觉得周文远他现在只有一股那个酱的劲儿 是我觉得值得大家可以学习 如果要你给周文远写个集局 你会怎么写 我给周文远写结局 哎呀 最后那一集的时候 然后周文远意外落马 然后摔到了头 对啊 撞到了头 然后突然间失忆了 忘记了三七是谁 好好的就开始为朝工作 然后帮天下灵民百姓生活特别好 成了一个治国的一个大臣 其实你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不管是文学上 还是在他的事业上 其实周文远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是很有智慧的人 也是很有谋虑的一个人 但是他在爱情上面却是一根筋 所以就让他忘了这段爱情 好好的去做他的戏 最后的结局和你构思的结局相差大吗 最后的结局 差距大家还是可以看到 其实还是蛮大的 最终有一段用手玩烛火 请问那段戏是怎么拍的 是真的用手触碰了烛火吗 那肯定是用手触碰了 当时的道具旁边就是有一个烛火 因为就是在拍摄这个时候 因为那场是一个比较有 就是周文远开始慢慢转变的一个过程 就是看到的桑起和叶明之 这样的一种关系 对他其实内心造成非常大的一种打击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那个当下 其实周文远他玩火 虽然他在玩火 但是其实他的内心潜台词是 他对于这种他害怕的东西 其实已经不再害怕 就对于这种疼痛他已经麻木了 对这就是内心的潜台词 也是我当时其实没有去 剧本上也没有写要让我去 什么弄旁边的火 只是在当下那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就是我自然的一个反应 这个片段是当时你临时加的吗 就是在因为我们拍拍戏 先拍全景嘛 就是把整个大的全景拍下来 所以我当时其实 在和参加夫一开始聊天的时候 我倒没有注意到火 但是后来他聊到一半 我发现还没有火 然后我在思考事情的时候 就开始玩这个东西 然后后来导演就说这个设计还不错 就让我继续拍下去 大家都说卓文远的青梅竹马 终究抵不过天降的燕云芝 你是怎么看的呢 这个就是我觉得吧 这个 我能怎么说的 就还好 就每个人的爱情观不一样吧 也不是说一定就是 因为竹马就一定要打 一定要打扮什么天降 什么 也倒没有 因为感情这个东西 不是说因为我们一直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必须得在一起 而是因为大家要相互爱慕对方 或者大家要相互喜欢对方 我觉得才好 所以你强扭的瓜不会停 如果你是桑起 你会选择谁呢 为什么 我是桑起的话 我会选择 嗯 卓文远就像是一个这种 小狼狗的那种类型 除了桑起 他一概的可以铺裂 你看如果有个女孩子 可以遇到被这样一个男生 疼爱的话 那其实他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网友都说你是演技派 眼神戏很好 自己私下会练习眼神戏吗 嗯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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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自动流入吧 而一个就是 对这个人物和这个剧本的一个了解吧 多的一些老前 前辈 就他们拍戏 其实他们不会去说生气 就是盾着眼睛 或者就是 就这种 他们的生气 其实更有些时候反而倒是那种 轻描淡写 就是不动 或者是 就一直盯着一个人的那个眼睛 其实你能感觉到内心那种压力 反倒是会比你 夸张出来的那种表演方式更多的 有这种压迫感 所以就是 需要大家去琢磨 也需要我们去自己 思考 就怎么去 表演 怎么去把自己的这个角色给定位 更加准确 戴货带戴卓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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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不远不错 大家 一定要来抢购 哈哈 比如想三个词作为卖点 省心 专一 奥运情 如果可以扮演国子军中任一个角色 想试验谁 我 去演卓文远就好了 观众说卓文远实验情小白兔 人后大灰狼 那小白兔的造型和大灰狼的黑造型 你更喜欢哪个 其实 不管是什么所谓小白兔的造型 还是大灰狼的造型 那都是卓文远的样子 他的每一次这个转变其实都是一个他内心的一个信号 所以我觉得都还好啦 不过我喜欢你是我自己的事 这句话是卓文远的经典台词 不过我喜欢你 是我自己的事 可以对着镜头再现一下那个片段吗 但是这个没有 但是这个没有 不过我喜欢你 是我自己的事 可以清唱两句第二次相遇吗 我原本是等待一生的你 要眺望在这转线的距离 不愿唤醒你 与我第二次相遇 你是否愿意 对 就这样 身边有朋友或者家人在追剧吗 太多了 家里人都在看 天天在看 然后天天问我 天天怎么又不更新啊 要问我无数遍 我就说每周二三四更新 那家里人看剧时 最大的反应或反馈是什么 最大的反应就是 你这好玩儿 你还会演戏哦 你还会演戏哦 也没有吐槽我了 他们还是觉得我演的还是不错的 然后就是觉得还可以更好 大家有合影讨论感情戏吗 我妈妈一回去回到家里 然后就一直在坐在电视前看 一直跟我说 哎呀丧气挺好的呀 丧气挺好的 也变成重度隐秘了吗 对 重度 一会看到那个宋家音出来 宋家音也挺好的呀 阿姨是这样哪一对CP呢 她谁都喜欢 如果要和卓文远这个角色告别的话 你会如何跟她告别 告别 嗯 其实我还是 就我也尊重卓文远做的决定吧 因为她这个毕竟是 嗯 就可能就她真的是因为爱桑起爱到了 这个 就算失去她最后的生命 她也不再 哎 我是个路途 哈哈 就是 其实她失去她自己身上最珍惜的东西 她也不愿意失去丧气 就是 就是她的选择吧 所以大家可以在最后那一幕看到 哦 已经看到了 就是大家在看到那个见底在周永远 脖子上的时候 其实周永远 她也 她透露出来的 不是一种失望 不是 悲伤 也不是说 那种愤怒 内心其实她是一种释然 就是释怀 就是在这一刻 其实她得到了她最后的答案 而且她觉得 对她来说其实就足够了 当野王反派角色 下个角色想要挑战什么类型的呢 啊 其实我特别想去演个非常政治的警察呀 消防员啊 或者是 医生很早就早就说 特别想去演一个这样一个 一个角色 也算是心中的一个小小的愿望吧 但是这个还是需要一个好的一个机会 好好玩 Vlog已经好久没更新了 什么时候会更新呢 关键是现在我每天我有三点一线 这不大家每天这个路透路透的 把我的这个都已经路透完了 我觉得每天就是唯一出来的事情就是 来我早上去化妆 或者晚上收工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什么 平时都要么就是在家里看剧本 对 睡觉 吃饭 大豆豆 大智光最近也在横顶拍摄 对对对 两人有约过吗 有见过 有见过 然后那天他还专门就在我化妆 那块化妆化一半我的血脚了 突然还叫我 一下子 醒过来看我旁边 我还没反应过来 你知道吗 我都没反应过 就疯了 对 突然就来了 两人有交流在横顶的日常吗 没有 有交流 横顶就是前的时间很热 然后这两天突然就降温了 聊一些生活像日常啊什么 因为最近长期待在横顶拍妆戏 粉丝对你的发际线表示很担心 你对此内心有这个担忧吗 发际线啊 不会有担心 不会有担心 还是在野蛮生长 关键是每次他取头套都会粘住我的头发 一取就会拔掉我几本的老人 有没有在Rise兄弟们群里宣传自己的剧 没有没有 如果安排前Rise成员入学活子间 你觉得他们分别会被分到天地学还哪个班 那全应该大家都在黄班吧 毕竟Rise炒成那个样子 你只能在黄班 天班要为那个老师来骂 之前的专辑封面 细心的粉丝发现封面上画了11个星星 是否有什么特殊意义 是代表11个兄弟吗 其实那11颗星星就代表我们11个人了 就是每个人都11颗星星 然后这也是我们毕业后我发的第一首歌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大家在毕业后 能够自己就是成为自己的光 能够在夜篷中善发自己最耀眼的光 所以我就是当时特意的说 要在这个我们的封面上要做11个星星 我之前还觉得可能粉丝有些可能还不会发现 可能会很大不需要 因为疫情生日会最终取消了 有什么想对粉丝说的吗 本来是有一些活动嘛 也是因为疫情原因 所以就是没有办法进行 然后基本上就是取消了 我觉得还是未来如果说等疫情好转了 然后能够说有机会能够参与一些活动什么的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和大家在舞台上见面 个人有怀念在舞台上唱跳的自己吗 嗯 想念 这就是这都是我的工作 我是做好眼下当下做该做的事情 就是我不再拍戏我就好好拍戏 如果说拍完戏过后 我有一个需要在上舞台的一个工作 我就会好好地排练 然后去把最好的呈现给大家 我知道大家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喜欢我的人 很希望再次在舞台上看到我 但是我也相信就是很快会回来友情见面 从Ryce毕业后的这段时间 哪一刻让你感觉到自己的DNA动了 因为我有一次在那个吃饭的时候 在吃饭的时候 我就当时在看那个某音 在刷某音的时候 突然就看到了就是有人用了我们当时的那个一首歌 然后去做了那个当时他做那个视频的背景的音乐 什么我那一刻我其实我还是挺感动的 作为摩托车的非专业选手 是不是好久没骑车了 收哑了吗 太痒了 我都受不了了 我赶紧想回去 把摩托车拉一下 为了摩托车之前是不是把车子借给摇车了 对对 他当时也是需要嘛 然后我就说 郝总借我一下你的摩托车 好 你还挺好用 我来追上一个前Rice兄弟留下的挑战 之前采访张远琪 他给你留下一个挑战 挑战内容是展示一个自己独家小技巧 请给下一个接受采访的前Rice成员留一个挑战 所以下一个是谁 没有定 没有定的话 展示一个独家的秘诀 就比如什么折头填鼻子 或者是能填自己的手肘 就是用独家的小技巧 你有独家的小技巧吗 我没有 所以我想看他们展示 你会舌头舔鼻子或者舔手肘这种小技巧吗 这怎么可能舔到手肘是吧 小哥 那你有什么独家的小技巧吗 我会动我耳朵 小战机里 请给下游参加明月专访的前Rice成员留一个挑战 小战机 哎呀 既然又到了这么精彩的环节的话 那么就 你看 他们的精彩的手机都晃了一样 晃一下啊 来一段质地有声的炸裂吧 要唱跳吗 那可能是唱跳吧 质地有声的炸裂 台湾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仁豪 想获取我的独家采质和福利 就要点关注 一味赚法 关卡微博